最后我们本来是用3S转型的 不过最后我是用那个format format其实就是三个大瓜谷 然后把这个三个变数 后面其实点format分别把值丢进去 一个99层发表就输出了 不过最后因为 这个每一个每一个printer后面都会换行 所以变成你如果没有把那个换行拿掉 它会没有办法接在一起 会变成全部都一直换行 所以后面我们有加一个那个 斗点end等于空的把它去掉 最后再换行 这样99层发表输出 其实就OK了就像这样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还蛮常考到的一个题目 像正照考试题 还蛮喜欢考这种题目的 就是很好理解 但是问题你要很快把它写出来 这个就是需要了解这个回圈 怎么跑OK 程式真的不多 但是你要一次把它写正确 那就是你必须要去熟练的部分 像这种东西其实还是 要达到那个 你是这方面专业的人的话 你还是需要很熟练 可以马上写出来 而且没有bug 不过如果说你当然程度没有那么好 回去就多练习 反正这也没什么诀窍 就是熟练就对了 真的 这没程式没几行吗 你要写的话 会写的人 恐怕不到一分钟就写完了 里面大概几个字 没几个字吧 OK 所以考试好像那个正照考 他考九题给你 一百分钟的样子 有九题吗 一百分钟 一题等于大概 就给你十分钟左右 不过我真的会写的人 大概不到十分钟就出掌 对为什么 因为上次题目一分钟就写完了 所以像我有去考 我大概考了大概五分钟 就差不多写完了 我说老师可不可以交卷 他问我有没有问题 我说没有啦 我要交卷可以吗 他说 他还呼吁了一下 想说这这这这这什么状况 OK好 不过他说OK 那我就交卷了 就就 为什么因为就是我 所以后来发现 真的你要写的好 最重要就是这个东西 都是你自己的逻辑想出来的 那就很顺手嘛 反正你要什么 我就看什么 然后打什么 看什么打什么 那马上就OK了嘛 根本不需要 那特别去想说背起来 或怎么样 没有 这没有一个地方需要背的 还是需要的 只是说背的不多 剩下就是你要把它熟练 OK好 那上个礼拜部分这些东西呢 我要把它改坏回去 那逻辑就刚刚讲了三个地方 OK那怎么改嘛 第一个初始值 所以就是你在这个上面一行 你就加一个什么 I等于一 对不对 初始值 就是等于是 这个就是他的初始值 然后面的话就是他的条件 OK就是他条件要到这边为止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可以把它改成 File 所以打一个W File呢 I怎么样 当它小于十的时候 它就会倒回圈里面 那记得呢 在这个里面的最后一行 这一阶里面的最后一行 理论上的话呢 应该你可以写在print的下方 或上面都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I 加等于也可以 你这样写好像感觉比较精简 OK 不过VBA里面不接受这种写法 Java OK 好 那我们就可以执行 当然你可以不需要 你也可以什么 一个是画回圈 一个是File回圈 可不可以 试一下 Run一下 OK 诶 Run出来结果一样 一模一样 你说你可以一个画回圈 一个File回圈 还没有问题 那当然呢 如果你要把它彻底改变成 这个画回圈 一样嘛 看到File回圈的上一行 你就把里面那个变数 等于初始时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一行呢 这个就条件 有没有 所以当它小于10的时候 一样File File呢 J这个值呢 如果小于10的时候 那记得呢 就是在这一个 它底下的这个step 的最后一行 把它怎样 追加等于1 这样就OK了 所以三个地方 改完之后执行 理论上应该也会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 如果未来你希望把那个 同样的逻辑改成画回圈 大概的改法都差不多 所以呢 后面呢 还有我们前面讲那个 输出三角形那几题啦 其实也都可以把它修改 不过呢 你会发现啦 其实以这一这边来看 真的没有任何的好处 本来写一行就好了 你还要写初始值 还要写不进值 那如果你漏掉的话 那就无穷回圈了 像有同学就忘了加什么 常常就会少加那个 追加等于1 有没有 那会怎么样 它就一直跑 这应该就无穷回圈了 OK因为追一直都 有没有 它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跑不出来怎么办 你看这边有个terminal 不过你要赶快按 如果按太慢的话 你equilibus可能会 就死当了 OK 有没有 它来得起来得起 有没有 它刚 terminal就是这个 就是把它接触掉 接触 OK 还来得起 你不要等到跑很久 因为它一直跑一直跑 memory就用完了 用完就挂掉了 OK 所以特别是 快回圈 非常有风险的 OK 所以无穷回圈 就是它一直跑一直跑 一直做一直做 它跑不出来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用快回圈 你可能还要记得 你什么时间跳出 会达到这个条件 你再去执行 否则的话 它出不来 那就完蛋了 所以很多时候 快回圈危险性非常高 很容易让你的城市死当 不管是Python也好 或者是其他语言 其他语言 VBA也有快回圈 Java C 都一样有 那特别注意 所以快回圈蛮危险的 所以我还建议你用Fort回圈好了 安全一点 因为反正范围到了 就跳了 就离开了 不会再跑了 OK 所以Fort回圈 相对起来好像安全一点 OK 而且简洁一点 所以相对的 我印象中我写成是 大概八九成都应该是用 快回圈比较多吧 快回圈好像用的比较少 但是不是说没有了 OK 好 那这一题也许请各位 把它改成快回圈之后 另外再想一想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类型题 不过可能有一些 把那个信号输出 这个我就不做了 因为其实大理上都差不多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有个类型题 直数判断 OK 那什么叫直数 其实应该知道吧 除了1 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中间的其他的指整除的话 那就算直数 OK 比如说多少呢 假设我们今天要写一个 那个直数列习好了 OK 那这个大概没有标准答案 请各位就思考一下 直行 它会跟你要一个什么 要一个整数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 52好了 52 那当然它变2给整数 所以它enter会怎么样 不是直数 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输入一个 51应该也会 53会不会 enter 好 是直数 那因为呢 所以那个逻辑很简单 就是说呢 你应该 1不行 1 从2开始 到他自己的前一个值 为止 把它怎么样呢 用 percent 有没有 percent就是求余数 余数的话呢 如果余数 它不能 等于0的话 就是整数了 如果能够被别的 给整数的话 那就不是余数 反之 全部跑完了 跑到哪一个 跑到他前 他这个数 53的前 有52 那都没有被整数 那表示他就是 所以就跳了一个 四值数 那这样的叙述 该怎么写 当然第一个 一个input 请输入一个整数进来 那底下的话呢 当然你就需要什么 写一个回圈嘛 对不对 那回圈的范围 好像用范围比较OK吧 所以for回圈的话 基本上 一定不是从1开始 从2开始 到哪一个 到他自己本身的前一个 所以刚好 到斗点就刚好 放自己就好了 OK 然后让他跑跑跑 里面放一个逻辑嘛 如果他产生这个词 能够被整数 那表示他就不是 就离开了 然后就不会直出 这个我想请各位试一下 怎么写会比较简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先把99乘法表现是 能不能解释一下 冒号的意思是什么 我跟他讲冒号的意思 还有用的时间 你说这个范围 你说这个每个地方的范围吗 就是 坏的后面所有的范围 其实 其他行 没有 因为其实像那个for回圈 后面也要 然后if后面也要嘛 这个我的理解 应该就是说 在某一个叙述 最后一定要加一个范围 不加的话呢 那就会出错 这是他基本规则 这个 对 老师你所那去处是怎么会 就是说 我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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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